追思活动的现场 特别邀请七堵重庆教会 林富山牧师进行驻导 希望借由诗歌来传递家属的思念 也祝福参与的家属及贵宾 在新的一年都幸福平安 我们用诗歌 我们用祷告 我们来怀思我们的先人前辈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恳求你赐下那属天的平安 浇灌在所有 罹难者的每一个家属的身上 我们要恳求你的爱 浇灌在每一个罹难者家属的身上 在你爱中 他们要得到安慰 在你爱中 他们忧伤的心灵 要完全得到医治 主要或许 他们由因着恐惧 而带来的一些 负面的情绪 或是一些的焦虑 要奉耶稣的名 来祝他们完全得到释放 天父在这时候 我们祷告 你的恩惠跟慈爱 要永永远远来随着他们 学书我们也祷告 因着战争 所带来的家破人亡 所带来的颠沛流离 做到这一切的悲哀 我们祷告要完全的离开台湾 学书我们 我们宣告你是那掌权的神 祝你掌权在中国大陆 跟台湾这两个地方 祝你把你的平安 赐下两岸之间 铁铺 你给两岸的领导人 有聪明跟智慧 接下来众人到太平仑 遇难旅客纪念碑 献花致意 在1949年太平仑发生的这个惨剧 造成了千人的死伤 刚刚碰到一位阿姨 她在太平仑惨剧发生的时候 她才六个月 在妈妈身上环有身孕 其实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父亲 那我们今天办这个追思活动 我觉得最主要是要让我们了解到 和平的可贵 因为大家都了解到现在两岸 是属于紧张的状态 那我们希望台湾未来 一定要和平 绝对不可以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 我想太平仑的这个 过去的一个历史记忆 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未来台海之间一定要有和平 目前基隆市政府 已将太平仑遇难旅客纪念碑 清发战争纪念园区 及周边数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资产 缝合起来 整合成为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欢迎民众有空可以到园区走走 感受基隆深厚多元的文化内涵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